我们看到市场就要透透气 但有些股份依然可以继续追上去 这次我们会集中讲讲威高 医疗器械股1066 今天在逆时破顶高位上过去15.9 我们看日线图4月开始发力 接着一直追上去 今年累计升幅已经是6成1 在恒指的综合成份股指数表现当中 它就排第20 比起同业外康医疗排第1 和微创医疗排第3 它明显落后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问 是否可以追落后呢 大家都是同业 又担不担心这些股份升到高位 会有些抽水的动作呢 就炒到上去 抽水动作 你反而见到在医药类股份就多的 这些医疗器械股份 暂时好像就未见到油 主要其实都是只有几只 但是你说是不是有个追落后的概念呢 第一就威高 当然它做很多烦 不同类型的 包括你刚才说的外康医疗和微創医疗呢 它们一个做骨科 一个做血管的 它都有做的 所以你说它是不是有个很独特呢 科技很高呢 也不是 但是它相对的估值呢 因为其实你看回它自己本身 威高的那个部分 刚才那两个板块的增长都是不错的 但是只是问题呢 它因为整个东西这么大了 它是不是整个公司有这么快的增长就未必 所以其实我觉得 估值上我觉得它不是贵的 但是你说要追落后的话呢 因为其实你相对今年的走势呢 虽然它没有刚才那两只那么灵丽而已 但是它都不错的了 所以未必说有很多那个追落后的概念在那里了 好了 今天真是重要的 股价升得好 还要有这个大摩加持的 调升的目标价五成二 看到它是17元 增持的评级 主要看好都是说医疗器械的国产化部分 因为新冠肺炎 那个疫情 令到内地医院的资源就紧绝了 于是乎就要转去买一些本土 便宜一点的医疗器械 刺激到这一部分的需求 所以行业的龙头威高 就可以吃着个小去上 这一个类似的概念 其实今年以来一直都炒住了 而且又看着这些医疗的行业 叫做毛利率高 人口老化 平均寿命长 需求长炒长有 这个概念 是不是都可以继续支持到股价呢 之前有些政策风险 因为怕大量采购 就会有药品 延伸到医疗器械 虽然现在没有公布 但是害怕不害怕呢 这个大量采购这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投资者有机会会害怕 所以其实可能这一件事都是要小心的 不过我觉得你刚才提过很多好东西 包括这个就是国产化 还有现在内地的需求 其实真的是迫着的 第一你外国的材料是贵的 一定是的了 但是因为现在连入口 它也进入不了 所以其实或者人家外国那里的需求都是很多的 你迫着就是 你内地它自己一定要生产提高质量 这一件事其实我觉得 几个这些甚至乎医疗器械股份 或者医药股份 或者国产好像刚才提过芯片股份 都一定是吃成这条水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 反而是可以长炒长有的 只是问题就是 当你赚了太多钱那段时间 它将你纳入了这个大量采购 就可能要你 就扭回一些利润出来的 所以刚才就打翻头盔 就告诉大家 有机会 它可能是将来会落入去大量采购的 但是我觉得 始终 国产的医疗器械或者器材的话 那个供应或者是那个需求 将来都是那个需求会很大的 好了政策风险在内地投资 就怎么都要留意着都要警惕着的了 但是说到这个医疗器械 就是整个那个行业 大摩分报告都有提到的 因为里面 就是你看到内地的那些 诊所也好 医院也好 都是面对着那个 即供应短缺的问题 所以多了用国产货 但是问题就是 内地现在的医疗器械 分为三类 第三类就属于比较高规格一点的 是要植入人体的 用于支援 维持生命 对这个安全有效性 控制就很严格的一类医疗器械 这一部分叫做第三类 还是一个很发展的初阶 至于第二类 就是简单一点 就是它安全性 有效性 应当加以控制 这一个类别的医疗器械 国产替代率 已经是去到84.3% 大家就会拿来比较 第三类一个初阶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到 第二类的国产化 一个这么高的水平呢 如果是的 这一方面 其实这个憧憬 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利好呢 第三类那些就是吃那块肥猪肉 最大的那块 但是我觉得内地的质素 是不是这么快可以呢 我觉得就未必 你刚才提到第二类 其实它好像以威高为例 就已经去到89.4% 可以做一个替代的了 所以其实你看到 这些其实就是普通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替代率 应该是可以越来越高的 我认为这一样东西是对的 但是第三类 真的要大家都第一 要相信内地的那个产品的质素 第二就是本身内地的公司 那个提升是不是可以这么快呢 我觉得这个也有过 所谓的learning curve 是有一段时间要追的 但是我相信就应该 在内地如果有心做 还有有钱做 不难的 尤其是那些大公司 它们的质素应该是可以保持到的 但是始终这个就是要很多方面 一起提升才可以做到这样的规格 所以我觉得是可能要长一些 但是这个比率就一定是越来越高的 尤其是现在的疫情 影响到 始终外国货的供应短缺 内地的话一定要加紧提升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样东西都是有个概念在炒的 好了 不过威高刚才一个很重要的点 也点出了 就是它的技术含量 还有它那个接触的饭素比较多 就不及得爱康和微创那么专注的 因为它又有做一些临床护理 这个创伤管理 血液 麻醉 手术 骨科 它都有 其实它总共的业务领域都涉及到有八大个 但是收入最多的部分就是临床护理 四成一 这一类其实一听你都知道 技术含量可能不需要太高 主要都是可能那些转移的床墊 一些毛菌的手术床单等等 技术含量高的就是一些骨科 一些介入性的产品 你看到它占的比率都是十几个百分比 所以用毛利率来计算 威高去年的毛利率是62.8% 明显低于爱康说69% 微创都说70% 这件事是不是解释到 为什么它的股价给人家 或者给同业落后的原因 这个部分有没有得追呢 我想也有得憧憬的 你刚才提过摩根斯丹尼那份报告 其实他们主要那个所谓叫做 醉牛的看法 都是要看骨科那里的增长 是比预期好的 你看看外刊 他们的增长是去到五十几至六十个百分比 本身那个威高距离就接近三成 其实过往那几年都是两成三成增加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它未来增加到三四成的话 始终在这里是会有机会令股值提升的 还有那些好像153微创那些 其实那些血管那些植入的那些技术 其实它都有 它还是刚刚初起的阶段 那迟些会不会令股价呢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现在最主要就是那个 骨科方面呢 其实那个增长是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大到的 但是也都明白了 它现在只是占十几个百分比 如果以这个整个威高 七百多亿市值 你占十几个百分比 其实就是七十几亿 那现在外康就二百多亿 那所以其实你相对地 它有机会在这里 就可以令到它的市值提高一点的 但是就不会说令到 它的增长就好像外康那样 是增加得那么快的 那当然现在外康已经 估值到七十几八十倍的PE 那都相对高的 那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觉得就反而威高 其实是稳打稳扎的 最重要就是它刚才你提到的几番 都是可以好像过往那几年 有一个稳定的增长上去 那或者将来还可以 炒掉它的分拆概念 不过这个就可能是厚华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稳定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是较为稳定 但是从增长的角度 就不会像微創或者外康那些 那么独立的 但是股价都升了不少 而且升了这一阵 你见到成交又没有明显增加 那你觉得追入的风险高不高 我觉得在这一刻 我觉得大跌的风险都不高的 那刚才提到它几番 那个业绩都很稳定的 但是你说好像 摩根斯坦尼都是比17个多 这些目标价 那现在其实水位又不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投资者 没买的都是想买一些医療器械的话 这一款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那较为稳定一些 那如果下低一点的位置 那15元附近的位置 我觉得都是可以买一下的 那我说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这些问题 就是你 感谢观看